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这一视频呢 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在Mango记中折扣的时候 购入的一些单品 其实我这回买的挺多的是 饰品类的产品 尤其是这个耳环 那大家就和我一起来看看 我买的一些什么吧 首先呢 先给大家介绍我这一身的搭配 上面这件T恤呢 它是 纯棉的 这种 横条纹的这种形式的 一个比较宽松的T恤 我喜欢它的地方呢 是在于 这件衣服呢 穿上是比较有 童趣感觉的 因为它的背后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 大力水手的这样子的图案 它整个T恤呢 也是一种海军风的 这种感觉 我个人的 习惯一般是把T恤 去插进我的 短裤里或者是裤子里这样 来穿 这样呢 会显得腰 比较细 而且显得腿比较长 如果你和我的习惯不一样 是喜欢把T恤 拉出来这样穿的话 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T恤呢 它的设计是后面比前面 要长那么一点 那接下来说这条短裤 这条短裤呢 也是它采取一个 不规则的这种裁剪的方式 而且呢 它的颜色也是 深色和浅色搭配的这样 那这条牛仔裤背面的这两个口袋的设计呢 它是硬上去的 它并没有真的口袋 比较偏瘦的体型的话 大家可以尽量的选的小号一些哈 因为我平常穿的码数呢 就是三四的码 但是这一个三四的码我发现它明显比其他品牌三四码要大一些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条短裤的 但是呢 我男朋友他觉得这条短裤不太好看 不管它了 这是我买的衣服 所以我觉得好看就可以了 来看我的第二身搭配哈 第二身搭配呢 我的上衣是mango的一个T恤 它是在胸前有鞋的一个nice 然后在两个短袖的袖子上呢 做了一些民族风的处理 它上面呢 是有一些流苏 还有一些小小的金属片的这样的设计哈 食物看起来要好很多 这件T恤呢 它的主体是白色的 所有的这个设计部分呢 着重在你的两个袖子上 接下来呢 是一双鞋 这双鞋呢 也是在mango买的 那双鞋呢 是银色的 我一开始有一点不太敢买这双鞋 因为我担心银色会比较亮眼 但是拿回来以后呢 我发现 它其实在夏天穿还是蛮好看的 它是西班牙制造的 我发现它的品质比我预期的要好很多 我的码数呢 是买的36的 呃 我觉得我穿上是正好的 我在 我在欧洲一般买鞋都是买36码 前面呢 就和大家介绍的是 就是我在mango家买的一些服饰上的东西哈 下面呢 和大家介绍我在mango家买的饰品 其实我早就对mango家的饰品有种草 但是因为mango家的饰品要比ZARA和HM的都贵一些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下手 这回呢 趁着五折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些 首先要介绍呢 就是我耳朵上戴的这一副 我这些买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副 我觉得它里边的这个红色的小木珠子 整体的点亮了这个耳环 就让这个耳环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单一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个 而且我觉得它很百搭 不管你是搭休闲一点的衣服 还是搭比较有个性一点的衣服 都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mango家的饰品质量呢 呃 都是很不错的哈 我都是在尸体店里有摸过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耳环 它是比较长的这种耳环的设计 上面是这种淡粉色和银色的这种交叉的设计 第二副耳环呢 它戴在耳朵上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 它这副耳环的颜色比较浅 然后也够长够大 所以呢 如果搭配一些晚礼服的话 也是比较好看的 也是能压得住那个晚礼服的气场的 不会觉得轻飘飘的哈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mango家的这个耳饰呢 普遍质量都比较重 所以呢 它看起来呢 就没有那么廉价的感觉 但是呢 它重呢 有一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不经常戴重的耳饰的话 是会觉得有点耳坠的耳坠疼 我的肤色是比较适合戴金色的东西的 但我没想到这副银色的耳环戴在我耳朵上也是蛮好看的哈 那接下来呢 介绍的这副耳坠呢 它也是mango旗下的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呢 它主卖一些大马的饰品 那给大家拉近的看一下哈 它上面这个银色呢 是有一点点做叶子的 然后表面有一点点凹凸的这种的设计 然后下面配了一个金色的这个小环 这个耳饰呢 我拿到手以后给我的感觉 它的做工真的很不错 mango家的饰品呢 虽然价格有一些贵 但他们家的这个质量绝对是对得起价格的 那我个人呢 觉得这副耳饰呢 它是比较适合这种日常戴的 虽然它的长度是有点长 但是它的设计是比较简洁的 所以日常戴出门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哈 它虽然下面是有圆圆的圆环的设计 但是它这个整体耳环是有长度的 所以它的搭配的脸型也是比较多的 我个人也很满意这副耳环 mango家的耳饰真的都设计还是蛮不错的 这就是我的最后一副买的耳饰哈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长款的耳饰的设计 因为我的脸是比较大的 所以戴这种长一点的这种耳饰呢 会拉长我整个脸的比例 这样的话会显得我脸比较小一点哈 我是这样认为的啦 那最后这副耳饰呢 它整体是一个金色配暗红色的这个设计哈 像这种金色或者玫瑰金的颜色呢 它是比较适合我这种标准的东方暖黄皮的 所以这副耳环买的时候呢 我完全是没有犹豫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一定是很合适的 那这就是这副耳饰带在我耳朵上的样子哈 它这里这个菱形的设计 我觉得是蛮好的 mango家的这种饰品的设计 都是几何感比较强的 它是菱形然后加一个三角 但是呢最下面又是一个圆柱体 你像这个耳饰呢就即使你在冬天带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整体颜色是比较偏暖的 哦对还有最后一样饰品 它是两个choker 我脖子上带的是这个绿色的 加一个银色的这种环的这个choker 我其实买这一副choker就是想买这一个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墨绿色 我今年对绿色有莫名的好感 第二个choker呢就比较简单的 上面这种黑色的丝绒 然后中间配了一颗珍珠 这两个choker我虽然没有说是特别喜欢 但总体来说还是满意的 好这就是我这次在mango机中折扣买的东西 我买这些东西呢是因为看到Surina 她做了一个mango的购物分享 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虽然我和她买的这种服饰的整体风格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是看她的视频得到的这个讯息 然后才去买的 那所有的产品信息和链接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如果是B站的小伙伴呢 记得去看评论 我这是第一次做这种服饰类的购物分享哈 如果哪里做的不太好的话 希望大家多包涵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期视频 就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